再喊最後一次 德馬西亞 蓋倫 然後 我就將你 和他 一起 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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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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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他還挺懂,他知道了閃他也要死,他乾脆不交閃 那些實不為敵的人,來著不去 不著急,這把買個tritch 我需要肥一點 Q2直接原地放就好不要交易,Q2原地放在交Q3 遇到清雲不跟你打,那不是簡單,你等他補到打他不就好,這還要問嗎 不需要問吧 這個稍微思考一下都知道怎麼 波桿 出局 波桿下去 阿里的真法 好帥 肥貓把他打住 他又清兵,你又打不過他又能遊走,我去抓你隊友,那你這上單玩的是什麼東西啊 那你是怎麼樣會導致這種局面 這你還問我,這你還問我,這你要問你自己 這下自己是不是什麼地方做的不太多 這你還問我 這怎麼一聲 他又能清兵,又能壓著你打,又能遊走 他又能清兵,又能壓著你打,又能遊走,我靠 那這個是 那你這個是多劣勢他才能這麼幹 那你得想一下 你自己的問題 這個你問我 你對線你打成這個樣子,你跑來問我 他既然他又能清兵 又能壓著你打,還能遊走去 抓你的隊友,請問我有什麼方法 這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得告訴你一個方法就是 技能讓你被別人壓著打 別人又有線權,別人還能抓你的情況下 就我教你的這個方法是 可以無視對方的優勢 那你去玩玩,好玩天啊 建模有點不太適合你 建模有點不太適合你 建議玩天啊 你壓他打不是告訴你的 不是告訴你的,他壓著你打 他壓著你打你就那個 你別吃我的 你壓他打不是跟你講了他補刀你在Q他呀 你一直問我幹嘛 他補刀你在Q他這不是很好理解嗎?他不補刀你Q他幹嘛 他不補刀你自己 非要去Q他Q他把自己技能Q沒了 然後你技能沒有的時候他 再上來補刀,那我有什麼辦法 你自己教技能 這你還需要問我,這你稍微玩一玩自己 注意累積一下經驗都知道的呀 你別什麼東西不懂就跑來問別人 老想著 行結癖,老想著對吧 一步登天 你既然能壓著他打你有優勢了你就不要那麼著急教技能唄 你補你的刀是不是 你管他幹嘛 還有鞋子 你來上推我的線,哇操這角色 我救你你還去吃我的線 我發現你們 你們玩遊戲得自己累積經驗啊,你老去問別人 別人 還要全部把自己的經驗都一如一時的告訴你 伸手像是習慣了 這時的告訴你你也不一定能懂 那老子看你直播幹什麼 我當年自學DJ 哪怕是別人 進行一場直播 我去看 但是我也不會說去問別人 注意著別人問 這個Q點該怎麼設置啊 這個BPM的按鈕是哪一個呀 按哪一個是調節BPM的 這個轉盤有什麼用啊 這個歌曲的Kid是什麼東西啊 哪怕對方說的是英文 我聽不懂但是 我自然有辦法,誰都會 但是具體是什麼辦法,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太懂 我因為看到那這個 但我希望響發 會看你 你 你 我 你 有這麼多技能 還有這一個 直接大寶石 沒辦法,那糖尼有多血 殺到沒什麼 看能不能殺雷娜 我為什麼 我 很多 觀眾在我這裡 最後學會上單的,能上的去分的 無一例外都是把我一句話理解透的 我經常直播,我經常說一句話 我說玩上單 基本功很重要 什麼是基本功 小地圖 兵線 還有記對方的 小技能的CD 就這些了 這些你練會了 怎麼講 我這裡另行不了 不能夠行潔癖,那個潔淨 還是另行高明 你壓了他打他能清仙快還能游走 我想不出來是什麼英雄 他清仙快又能游走 他要游走那他肯定機動性要高,那他機動性要高 他就不可能去重裝戰士 突進戰士清得更平衡 我想不出來是什麼人 陸波都有的呀 陸波素材都有的呀 你總不能 你總不能什麼都不懂 就跑來問我 況且你連粉絲拍都沒有 你什麼都不懂就跑來問我 然後我還要一無一時的跟你一對一的講解 那 當然我也不是說暗示什麼 我只是覺得說 很多東西可以靠自己盡量不要問別人 你問別人告訴你不一定是那回事 自己去了解更好 你的隊伍已經破壞了Turtle 劍魔的英雄他需要想很多東西 我的黑暗並非由心而生 而是被我的牢籠 玩上單不要老想著單殺對面 不要老想著你要上來就打爆別人 不要想著上來就 什麼光速QA1秒4破 搞那些花柳胡哨那些都是虛的 1秒4破有啥用 沒什麼太大用 你信不信 一個練1秒4破的人 同時教兩個人玩劍級 如果我是個劍級主播同時教兩個人 一個我只讓他去學1秒4破 另一個我就 每天給他 練基本功 你信不信那個練基本功也可以把1秒4破的打爆 你信不信 他就只練那種連招的 然後一個練基本功的上單 那個練基本功的上單 上上單能夠把那個指揮連招打爆 光我超對耳的屁用 兵線什麼時候推回來 什麼時候推過去你都不知道 你看一個主播你應該看 他上去打的時候 比如你看我你要 你要看我什麼時候 會習慣性的去跟別人對拼 我一般跟別人拼是有情緒的 如果你足夠細心的話是能夠發現的 如果你足夠細心你應該能發現 有的時候我對拼是有顧慮的 我跟別人打是有顧慮的 為什麼我經常跟你們說 有的人他操作很厲害但是 但是他玩起來就很笨 就這樣子 他就算殺的人再多他再牛逼一整局他殺十幾二十個他還是差 因為他只是這一局的表現可能看起來就操作很好 但是他不一定 明白吧 他如果光一直打架的話他不一定就說真的會玩 他就是看起來會稍微厲害一點 可能是英雄強可能是版本的問題 可能是對面 也跟他一樣喜歡打架 但是當他拿不到優勢的時候他就突然不會玩 他也不知道要幹嘛 他就一直去找對面打 又打又打不夠 又打又打不夠 然後一煩了就 點了點了下一把很多這種 現在 很多玩遊戲都這種 他不練基本功 我都說了你把兵線搞明白了這件事情就知道了 但是這東西我說 講不明白 我不可能什麼都告訴你 你懂嗎 你懂得自己去想 自己去試 我懂得自家 搞不好 我懂得自己去做 他沒爛了沒事,倒了就走 我把卡殺給殺 你残破的局體只是失敗的首席 建模的英雄就是這樣,你要想玩好他 你 你的基本功一定要好 上路的基本功 上路他整個基本功 補刀啊 對於攻擊距離的理解,而且很少很少視頻會跟你們講攻擊距離這個東西的影響 為什麼有的英雄175碼的攻擊距離 有的英雄是125碼,因為攻擊距離不一樣他又有什麼差別 很少人會跟你們講 然後兵線的 很多視頻只教你們什麼是回推線,什麼是正推線 很多視頻而且都 比較的跟別人說什麼 正推線就是回推線路撞 其實這很多時候都不一樣 很少人也告訴你們 怎麼樣保血量 保血量的目的是什麼 很少人會講,但是這東西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們講,講太多了 我不可能一五一十的跟每個人都講 講太多了,你們無用的知識太多 我用不到 我用不到 史特倫在幹,不知道 我用不到 嗯哼哼 只要是一開始往上就好 他往上幫我分擔一下 就好了 不行 等等我為什麼要300塊 他殺人真的有錢 他把我們家隊友殺掉 你們做人不要什麼東西都想著 就不努力不付出還要別人免費的教你們 你想怎麼樣就去問別人 然後別人一五一十的全部都免費告訴你 對吧一把手教你 然後你自己什麼都不用付出 然後別人告訴你一句什麼自理名言你就什麼都會 怎麼可能 這東西都是任何事情都是千錘百鏈的 視頻這種東西你要自己去看你要自己去想 你不要一不懂就跑去問別人 你一旦這樣子做的話 明示火箭這不是禮物的問題 當然啊高級牌子問的話我肯定會回答 有牌子問我當然會 這個是應該 畢竟你都對吧 你都消費了 你都半牌子了 那還有什麼好說 那你們都半牌子那肯定不一樣 我只是說不要你什麼一不懂就想著 找一個人然後 還要讓他 毫無保留的全部都告訴你 然後你自己什麼都不用去想 就感覺世界上的所有人他比你會的都要這樣一直做那 這樣不太會 其實有的觀眾他不用問我 我每天在這邊直播 或者我的錄播 網上都收得到 他不懂 他不懂打哪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